我最讨厌吵架了 谁愿意总是吵架呀 我希望他能包容我 为了他的孩子 我付出的还少吗 签个协议 就是为了他对我的孩子好 这么不平等的协议 我说什么都不会签的 他的孩子和我 他只能选一个 不签那就分手吧 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协议呢 为什么不签就分手呢 似乎这个协议就变成了一个 最大的看点了 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海38岁 来自黑龙江餐馆老板 女嘉宾小赫25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销售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们俩认识多久 两年 怎么认识的 是我跟朋友一起去饭店吃饭 然后他开的饭店 他是老板 去过几次之后 然后感觉印象都挺好的 然后他就加了我微信 我俩就是总聊天 我是在那个商场上班的 然后吃饭 每天也是没有固定时间 然后他就是做好饭了 打包好了 然后给我送去 感觉人也不错 挺好的 然后也挺稳重的 然后有一次他就开玩笑 问我说那个 你愿意做我饭店老板娘吗 然后我就同意了 那个协议到底是一份 什么协议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他情况挺复杂的 他是离异的 然后带了一个孩子 那他就是 这要让我来说吧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今年38岁 三年前 我和我的前妻分了手 离婚以后孩子归了我 我开饭店的 没时间来照顾孩子 然后我就把孩子送他爷爷奶奶家去照顾了 我和小贺认识以后 他为了讨好我 他说咱们把孩子接过来照顾吧 我当时我父母就说 那怎么可能呢 自己的老婆都都没照顾好 他一个后妈能照顾好吗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什么后妈后妈 他从心里根本就没接受我 他就不允许我接近他的孩子 因为当初我也是为了我俩感情能更稳定一点 然后我是强烈要求说 他把孩子接到我俩身边一起照顾 那我出发点不也是好的吗 等于他想照顾你的孩子 你父母不愿意他照顾你的孩子 但是也经过他的努力 我父母最终也同意了 也同意了 把孩子带了回来 我在这先好奇地问一句 既然你那么在乎你的孩子 是吧 男孩女孩 男孩 12岁 特别在乎他的成长 我特别在乎我儿子 那为什么你不带他让你父母带呢 当时我开饭店的嘛 从早到晚忙 当时我为什么和我前妻离婚 就用他天天捅过他的手机 玩微信 孩子上下学他从来不管 当时我的父母就看不下去 所以说我离婚以后 我的父母看我可怜 完了就把孩子领回去 说我们来带 所以如果我们按这个逻辑来推导的话 这个女人爱上你之后 希望帮助你照顾孩子是个好事 我当时也认为他是好事 但是接过来以后又怎么样 当初接他儿子过来的时候 我没想到他儿子就是有可能是让老人带的有点太顽皮了 总是就在我俩之间搞破坏 你那是诋毁我的儿子 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当时接过来的时候 我儿子需要什么你都给他买 我还说你别把孩子怪坏了 我给他买东西还买出错了吗 那你现在为什么你当时接过来以后 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把我的孩子送走 那你儿子是怎么对我的呢 他儿子在我鞋里边放蟑螂 还放盲目虫 然后在我的那个吹风机里边放面粉 你说这是一个12岁的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 我儿子我特别了解他 不可能我这么大一个人 我可能去诋毁他吗 你绝对是在诋毁他 等于现在因为孩子出现的那些问题 或者你女朋友所描述的孩子出现的那些问题 你们俩的情感出问题了 那你们跟我说说协议到底是什么 他就认为我以后不可能对他的孩子好 然后他要求我把工作都辞掉了 然后在家就是全心全意照顾他孩子 每日一顿三餐就是伺候他 更可气的是他让我跟他签结了婚了 就是不允许我要孩子 那不还是你做出的一系列的事情 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吗 对不对 12岁的孩子 他回来以后他确实对他很好 当着我面说 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和我小姨结婚呢 这个小姨特别好 我非常喜欢的 他可以做我的后马 在我面前说的 所以我认为你是在诋毁我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是当着大家面 是撒谎还是你儿子撒谎 你知道你儿子怎么跟我说的吗 怎么跟你说 你儿子说的 你跟我爸爸在一起相处可以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跟他结婚 那是不可能的 12岁的孩子 从来只要我一说到你儿子 你就不可能不可能 那我们俩在商量这孩子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 那天没听过我的同意 就把孩子所有的东西 有一天主持人 我回到家以后 我忙了一天 我回到家以后 把孩子玩具啊 衣服啊 统统收拾两个大箱子 放着扔到门口 我一进入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你今天要是不把你孩子送走 我马上就走 当天我 我气急哑了 我一进入 当时我脾气上来了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不跟我商量 你能不能和我商量商量 他当时他的感觉 啊 没个商量 绝对没有那商量 要不我就走 要不你就把他送走 我当时气急哑了 轻轻怼了他全 你那是轻轻怼了我一下 胳膊都怼轻了 还叫轻轻怼一下 那我当时也是气急眼了 我其实没说 也就是说因为孩子的问题 你向他动手了是吧 对 打得厉害吗 胳膊都轻了 那我当时便是气到一定程度 我打过你吗 我碰过你吗 你生气你就能打人了 我生气一次 那我过后 我不也向你解释了吗 但是你呢 解释要是好使的话 你又怎么样 你回到家 他当时就跑了吗 回到家 我跟他姐姐说 你姐姐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第二天带了三四个人 到我饭店的门口 骂我 你一个38岁的大男人 带个12岁的孩子 你不要脸 你勾给小女生 那我姐说的不对吗 我在他经常 我开了五六年的饭店 我还不能找我家人 所有人都看我 我还能怎么继续下去 那我姐就那脾气 他去闹 那我也放心 等于你的家人 因为你在他那受了气 你的家人去闹去了 是吧 对 因为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才有了 他说的那个协议 对 如果不履行呢 如果不履行就分手 你们能把这个协议详细的 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 他是要辞去工作 对吧 全心全意来照顾我的孩子 照顾你孩子 对 然后你们俩还不能要孩子 第二 就是这两点 第二 必须如果签协议 我俩就在一起 如果不签 那就分手 好 那今天是谁要来这儿的 他 我 其实还是我要来的 不是 你要来干嘛呢 这一年多 我感觉我对小哥的感情 也付出了很多 有这个孩子 在我们俩面前 就是 我也受不了那种情感 但是我还想挽留一下 希望 那就协议不签了 这一点谁也剥夺不去 在我心中 我还是那种孩子 协议签不签 协议还得签 好好 我来问问小哥 这协议你签吗 我肯定不能签 这个协议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点 第二点 不要自己的孩子 对 就是你愿意辞去工作 也愿意全心全意地带他那个12岁的儿子 但是 还必须得要自己的孩子 是吗 对 如果满足了你的要求 这协议你也签 人你也嫁 是这意思吗 只要他不要求我 以后不要孩子 我就 好 我来问人 为什么以后不能要自己的孩子呢 因为我感觉 我在找一个女人 对我孩子会有很大的伤害 我不想我儿子受到第二次伤害 所以我作为一个父亲来讲 我想失去我的那份权力 来满足我的孩子 问几个问题 可以吗 可以 既然那么在乎儿子 为什么跟前妻离婚 为了儿子 我的前妻不干 我跟他 我跟他 就是我们离婚 他不照顾孩子 我天天在求他 我天天在求他 为了我们的孩子 你能不能再等一等 等于实际是人家跟你离的婚 对 按理说一个 又在饭店里面辛勤工作的男人 又对孩子那么有责任心 为什么你的前妻要甩了你呢 微信 用我玩手机 玩微信 他在外面有人了 但是我不敢那么承认 好吧 明白了 如果在你儿子和小赫之间 你选择一个 你选谁 我选我儿子 小赫 如果让你选择是 自己要一个孩子 和抚养的孩子 你只能选一个 你选哪一个 我选我自己亲生的 你不要孩子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 对 你有什么权利剥夺 人家不要孩子呢 生育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你就给人剥夺了 就在这点上 我不让步 如果你跟小赫有孩子了 这孩子是谁的 是我的 那你是那个孩子的爹吗 是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爹吗 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呢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我不想再往下发生了 我不想再 我已经 没有做到一个合格的父亲 我已经对我的孩子造成伤害了 所以我不想我的孩子受到第二次的伤害 明白了 听懂了 我是一个好爹 为了孩子 我可以放弃一切 愿嫁就嫁 不愿意嫁就走 是这意思吧 但是小赫 你听我说 既然今天我能约到你来 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这一年多来 我为你付出了也很多 如果没有孩子 你在我心中 比任何人也重要 为什么非得没有孩子 我在你心中才重要呢 关键问题是 现在你有孩子呀 所以在我心中 那你还是选择你孩子吧 对 我还选择我的孩子 好了 三位老师 你们有什么好意见吗 丘比特问卷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说 你以后绝对不能生孩子 你必须都全职妈妈 你必须把工作全部辞了 任何一个男人 在说这些话当中的 任何一句的时候 是拉不下脸来的 除非有自己 给自己营造了一种 特别高贵的道德圣殿当中 能够把这些内疚感 统统规避掉 说这些话的时候 脸都不红 那个就是 我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爸爸 所有人都要为我 这个世界上最负责任的爸爸 做那么多的牺牲 我都牺牲了那么多 你的牺牲凭什么不是 凭什么呀 你被你心目中 一个深深的占有欲控制了 你知道你内心里 有一个最根本的认知 偏差是什么吗 刚才主持人交流的时候 有一句话 你下意识说的 主持人问说 你们两个谁 孩子是谁 你说我的 你觉得孩子是你的 儿子是属于你的生命 老婆也是你的 所以既然是我的女人 为了我放弃一下工作又怎么样 不是 她不是你的 她是她的 这是一个独立的生命 这是一个独立的人格 你的儿子也是一个12岁的人 她不是你的人 她是她的 那个生命是独立自然 你只是陪伴她走过最初的那十几年 履行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你的生活要由你来过 你的生命的责任要由你来承担 她的要由她来承担 你明白了这一点 你才能正视 她在生活中 也许有很多小错误的时候 你该怎么教育她 否则我都想见得了 当你的妻子或者即将成为妻子的人 在跟你说有蟑螂的时候 你第一反正 你别 我儿子不会这么干 你知道吗 这句话一出来 你就刷画了一条线 你跟你儿子是一个世界 他是另一个世界 不可能有人跟你这么过得下去的 你明白吗 你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爸爸 你也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他连个普通的爸爸可能都不是 这三年为什么会把孩子放在爷爷奶奶那 我当时有没有办法 我怎么得养我的孩子 我饭店离不开我 所以说就放到他爷爷奶奶那 所以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在补偿 对于孩子前三年 爹不要妈不管 你是在想进行补偿吗 对 我感觉我配欠孩子的态度了 所以你就打算用别人家女儿的幸福 来补偿你家儿子 但是也是用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在我心中产生了 首先我得告诉你 我也是一个妈妈 我必须得说 小孩子是会骗人的 他一定会在吹风机里放面粉 因为可能你的女朋友都想不到这种玩法 但是我平时非常怪非常怪 我还是不相信 如果你带着一双昏芒的眼睛教育孩子 我不说你保不保得住爱情 可能你的孩子 是不是能够得到正规的教育 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 你可能都管不了 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昏芒 可能一路错下去 因为你从来都不会去想你的儿子身上 有没有错误的言行 需要矩正 我再问你 你是要为了给孩子找后妈 还是为了找老婆 我为了 怎么说呢 我现在也挺 我还是为了孩子找后妈吧 你觉得他身上具备有后妈一切的素质吗 一开始的时候有 既然不合格 何必还要他签协议 你也是开饭店的 你也是老板 如果有一个员工不合格 你还会跟他签劳务合同吗 但是在我的心里 我还是放不下他 出了一年多 小赫对我确实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对他这一年多的感情 我也付出了很多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他再好好考虑一下 为什么不是你好好考虑一下 也有可能 如果一个大男子主义 我在这儿 我跟主持人说 我非常自私吧 非常危险 真的非常危险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所有这些行为 连愧疚的没有是最可怕的 你知道刚才为什么 你可以很坦然地跟主持人说 这一点上我非常自私 你在后面一句话是 但是我是为了儿子 你觉得后面那句话 就能把你前面那句话撑起来 根本撑不起来 我们做一个假设 你的儿子将来会长大成人 他会遇到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说 我可以跟你结婚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孩子 所以我跟你将不会拥有自己的孩子 那么你作为儿子的父亲 你会同意你儿子 跟这个女人结婚吗 不会 那么为什么这个女孩要站在这里 听你说这些呢 他爸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直接站出来对你说no 我是删意耳光 我是女儿的爹 我必须删意耳光 以后要是有一个男孩 突然跟我女儿这么说 所以这就叫 以道德之名 行自私之实 就这么简单 而且就算他今天改口说 可以让你们两个人 再拥有自己的孩子 我想你也当不好一个后妈 当你说你可以辞掉工作 全身心的做一个 12岁孩子的后妈的时候 作为一个妈妈 得告诉你的是 12岁的小孩 你真没那么多事忙 你白天将有大把的时间 在家里 晚上的时候 小孩子要独立 作业什么的 可能也都不需要你管 你在身边越多 他也许越叛逆 你们俩的矛盾 就会越突现 于是白天的时候 你累洗面 晚上的时候 你跟孩子闹 然后回到卧室 去跟爸爸吵 你们接下来的日子 是鸡飞狗跳的 我特别讨厌 听到女人动不动说 我可以为了谁 做全职太太 你们想做全职太太 只可以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 放弃自己谋生的能力 否则你们一边 又觉得在家里头 需要伸手 找人家要钱 抬不起头 一边又怀疑 自己的能力 你轻易地 可以把自己的能力 都扔到一边去的时候 我不认为 你还可以做好 一个母亲 特别是最男的后妈 所以她不合格 你的要求过分 你们俩最好 转身都走掉 不要再来这么一套 还希望在一起 这一种事情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站在这儿 像诗人说梦 你听一听他们之间 对话的关键词 你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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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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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你跟他的儿子相处得那么好 你应该喊他的名字 而不说你儿子 你儿子 你处处都在标明说 那是你儿子 而不是我儿子 而且你们俩在描述 为什么还站在这儿的原因 有90%的时间是在说 因为这一年多来 我为对方付出了很多 你们两个人都尝试着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特别高尚的人 你是高尚的后妈 她是高尚的亲爹 你们俩几乎是一样的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高尚这种东西 用于要求自己的时候 好过一切法律 用来要求别人的时候 却坏过一切私行 我不相信你一开始 那么对他好 是真的想对他儿子好 我觉得你是为了讨好他 当然也有对他儿子好的成分 但大部分你是在利用孩子 想尽快地接近他 跟他在一起 就像他利用你 而不是做老婆 是用来做后妈 是一样一样的 他要求你说 你要跟我结婚可以啊 你不能生孩子 你必须辞去工作 照顾我儿子 你对他儿子的要求 也是一样的 想要姐姐对你好吗 你叫妈妈 我发现这儿子 已经成了一种利用品 被你们俩利用来利用去 你利用他 来建设你父亲的封碑 你利用他 来作为你接近婚姻的道具 这孩子太可怜了 我觉得你们俩再次应该向孩子道个歉 孩子得罪谁了 成为了你们互相之间的利用品 我觉得人家已经做出选择了 儿子和你人家毫无疑问选儿子 人家连跟你共同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都没有 你要干嘛呢 做个保姆圈 什么都负责了 是吧 那是妻子啊 是后妈呀 还是保姆 你给我分析分析 他到底是有什么职位 妻子他不能生育 后妈儿子不管他叫妈 要捉弄他 保姆你不给人工资 你给他定的什么位 听明白了吗 姑娘 所以当一段爱情里面掺杂了那么多私欲的时候 爱情还纯粹吗 我们还要保卫吗 时间留给他们自己 柔顺拉方黄金六十两 我今天来 其实我不是这么想 毕竟这一年 我毕竟是有献出了 有可能有一个大男人 我非常自私 但是我对你确实就有感觉 但是今天来到这个台上 我听到主持人他们说 我 我放弃 如果你要是跟我在一起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还是不能要孩子 你的生活 就是以你儿子为中心 对 你一直说我在你心里很重要 但是 我真是一点都没看出来 如果你要非要坚持签订协议的话 那就分手吧 我跟你说啊 我特别恨你一句话 主持人他们一说 我就说算了吧 你又把责任推给了我们 什么时候你自己单单折呢 我以为他说算了吧 我不要那个协议了 我们就好好过 但是后面补了一句话 但是你还是不能要孩子 心都碎了 对 来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我倒也挺喜欢先生的那种坦诚的 反正我自私 我就把话都说在明面上 总比欺骗来得好一些 最后想说的是 在情感生活当中 千万不要给自己找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 爱就是爱 不爱 就请开门 就请开门 笑了哈 特别开心的一刻 大快运行